非特殊原因 我可不可以不假吧 理由是 我怀孕了 所以 你很优秀 而且各方面也非常适合这个岗位 谢谢 我能问一下 你为什么会选择来重庆工作呢 我看你是心海的 而且大学也是在那边念的 一点私人原因 不方便透露 理解 那薪资待遇方面 你有什么要求吗 我看了你们的招聘信息 薪资方面 我是没有意见的 只不过 我有个不情之情 你说 非特殊原因 我可不可以不加班 理由是 我怀孕了 所以 不过您放心 我除了不能正常的加班以外 其他方面 绝对不会影响工作的 是这样啊 那我觉得 你更应该在家好好休息休息 没有必要这么着急出来找工作吧 我也是刚怀孕不久 对身体没有影响 而且你们招聘信息上 也没有说不招孕妇啊 话是这么说的 对了 你的 那个 离职证明呢 什么离职证明 就是你与之前佣人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书面证明 没有是吧 那我们就无法证实 你是不是还跟其他单位合作了 所以非常抱歉 我们公司不能录用你 我可以补开 可以是可以 但是 这个岗位不会为你一直留着的 我刚刚想给你打电话呢 这就叫心有灵犀 怎么样 是你好 张员 你放心吧 挺好的 我刚刚办了一张手机卡 我等会儿把号码发给你啊 对了 你今天面试怎么样 本来呢 都挺好的 但是对方一听说我是孕妇 立马就变脸了 还用我没开什么离职证明当借口拒绝我 怎么这样啊 这是职场偏见 他可能是觉得孕妇不能为公司创造多少效益 还要提前享受各种福利 一旦落用了 还有可能承担一些不可预知的风险 所以啊 现在职场女性怎么这么难啊 为什么男生就不用再怀孕啊 结婚啊 上面受到九夜歧视啊 不是现在都说男女平等吗 怪不得现在这么多人不敢结婚不敢怀孕 爹 要我说 你以后去面试 就别主动说自己怀孕了 那不行 这不是欺骗吗 这哪算是欺骗啊 顶多算是隐瞒 我是怕 你要是继续实话实说 没有公司敢用你 你说的 是什么的 所以我最想让你 我就不想让你 我就是一终子